重機騎士綠燈起步 突然一名警察從對向車道跑過來 從後方的角度來看 當時警察一邊吹哨子 衝向重機騎士 旁邊的七機車都走了 警察說要攔的車也沒攔到 反而讓騎士誤以為自己犯了什麼錯 還差點倒車 跑步跑過來 然後要把我撥開那種感覺 要就這樣推了一下 那推到我的人跟車子 那在那當下我是差點倒下去的 那段山路上面有一個阿伯 在那邊破壞道路 就是燒胎 然後在地上花圈圈這樣子 可能警察看到他騎過去 想要把他攔下來 事發在台南隆崎南平路182線道 24號晚間5點多 原來警察要攔的是 這名穿深色上衣的白牌騎士 他前一陣子才在路口不顧危險 燒輪胎繞圈圈 在路面留下黑色一圈燒胎痕跡 只近兩米的圓 被人戲稱是阿伯的魔法圈 甚至成為打卡熱點 因為引起討論 分局特地派請勿要逮人 當天看到他真的出現了 圓警才會急著要衝過馬路 剛好交通號制轉換 導致內車道剛起步的大型重機車駕駛 誤以為自己是被圓警藍停的標的 而配合停車 經過警方說明後 這名駕駛就離開 我們會加強圓警的執行技巧 本來要改燒胎的陽性男子 卻誤攔重機歧視 造成誤會一場 而這樣的方式確實危險 玻璃是大人 自己還是要多注意啊 TVBS新聞 徐季鴻 紀元 高雄 台南 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